有人说这个肾病啊是牙疼引起的 这是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他说的这个话呢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肾病都是牙疼引起的 牙疼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比方说他是一个常性的慢性感染 他确实可能会引发某些肾病 但是这个你如果有这种慢性的感染造 如果又有肾病你要尽快的去处理 或者说即使没有肾病还是有慢性的感染造 也要尽快的去处理 因为这些慢性的感染它不仅仅可以引起肾病 还可以引起其他的疾病 比方说免疫系统的疾病 血液系统的疾病 所以说当你身上存在这些慢性感染造的时候 还是要尽快的去处理 不管它能不能引起肾病 何况它也是有肾病的这种危险的 只是说这个牙疼它可能是引发肾病的一个诱因 但是不是说所有牙疼的人都可能得肾病 所以你要是觉得自己这个身体不舒服了 或者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了 但是它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处理 就是说这种慢性的感染造 它是一个风险 它不但可以引起肾病 还可以引起其他的疾病 所以说还是要找专科的专业的医生 早点去诊料它 早点去处理它 为你自己的健康 要多放一份心 多操点心 早预防早治疗 对对对对对